今天来到了昆山投资的一所国际学校 它是有15个年级组成 在教育界里面呢 我们称之为K15 从幼儿园到高中 目前有学生500人左右 国际教师团队呢 也差不多150人左右 其实在老师和整个校区投资上 花的力气还是蛮大的 今天来的目的呢 是最主要是代表执行董事 来看看这里的运营情况 包括要面试校长 然后几位老师 师资配备 然后看看市场推广 教师考核评定等 比较一些细腻的工作 所做的一切 还是为了学生能够在这里 得到最优质的教育 这所学校包含国学和欧美高中课程 小学生的教室里 每天都是满地打滚 没有桌子 学生从初中开始呢 就可以选课了 我们提供了404门课程 可以供他们选择 走廊和教室都布置得不错 每个教室都有专门配备的一位老师 这里叫做走班 这里的外籍教室差不多有60%左右 在这里的外籍教室可以在这里喝咖啡 煮自己喜欢吃的甜点和休息室 其实中西方文化教育各自都有优缺点 为了能够让学生中西结合 我将来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打下基础呢 既能沉传中国的文化 了解和学习国学 了解中国文化的深邃和伟大 学会自我约束和纪律 学会自我约束和纪律 这就是教室的办公室 教室的学生 都不错 他们是在坐在地上上课 Great